接下来要上场的朋友呢 一位网文写手 写的东西呢 也不怎么能见得人 相信他对网络有自己的理解 掌声欢迎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推网把我累了 我推不了 因为我天天刷短视频 大数据天天给我推一些小姐姐 然后我划过去了 他不会以为我不喜欢小姐姐 他觉得我不喜欢这款小姐姐 还给我推 大数据是对的 我老婆也不管我 因为她在忙着看帅哥 我们就属于开放式短视频 搁刷搁的 然后其实大数据还会给我 推好多我自己的演出 我就看到底下有条评论 口音好重啊 我回复 也没那么重吧 我觉得 他说你是山东的 当然觉不出来 我说我是山东的 你咋看出来的 他说你不觉得 你打字都用盗装剧吗 我说不觉得呀 我 其实除了效果的工作 我还在微博剧委会里边兼职 就是处理一些违规的帖子 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 许多特别学演员被骂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骂他们的时候收敛一点 要不然增加的都是我的工作量 如果非要骂咱们各退一步 咱别在微博上骂 而且微博剧委会是考试进去的 但是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会怕考试 其实考试的内容 就是处理各种判断 然后这是哪种类型的违规帖子 很容易选错 比如说有个很暴露的头像 写着看视频什么什么网址 这属于哪种类型的违规 我一想 这不属于社区福利吗 开玩笑 开玩笑 这是属于违规引流 但是你要是再深入地调查一下发现 这其实更属于虚假宣传 违规的帖子大概就分这么几类 比如说40%左右是地狱攻击 山东怎么样怎么样 有30%几是男女对立 比如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混合性攻击 比如山东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就特别过分 他不为规 但他夸得特别过分 就像刚才斯文姐说的 李旦 瞎心男友 然后说他去投可食用 但是李旦那点精华 不就在投力了吗 还有人喜欢李旦的身材吗 别人 这是我的马甲线 李旦 这是我的下线 而且还有人说 我喜欢的就是李旦的穿搭 合着你们喜欢虾皮是吧 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的沟通多了 假装线节节也多了 有些杠精真的什么都杠 感觉他们看个童话都会杠 比如说圣诞夜 卖火柴的小女孩 因为穿得太少 被冻死了 底下肯定有杠精会说 我就说吧 女的穿得少了容易出事 然后为了其实治理网报这些事 还有水军这些事 各大APP开始显示IP地址了嘛 前两天看到一个吉林网友 发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视频 底下就有人回复 说东北人怎么这样 这时候一个黑龙江网友就站出来 说他是吉林的 我第一次见到 因为一个网友 东北地区准确地划分黑吉良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 说这个人是山东人 闯关东过去的 但是这个措施我觉得 也起了一些作用 比如说现在 我有一些特别想拍你的事 我就等我出差 不在山东的时候 集中回复 在高铁上收到短信 大美某某欢迎你 我就知道该回复了 不知道他看见我说的啥 还欢迎我不 其实现在我感觉 治理网络暴力的程度 还是不够的 我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想法 就是在ID后边 加上身份证号 但是全部胡上 你每被举报一次 就给你抠开一个数 这样乍一听 是不是还挺过瘾的 但这其实就是跟网报是一样的 就是在用违法的手段 治理不到的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上网开心 违规的事就交给我们 我们在微博剧委会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想说的是我谢谢你啊 孟川 谢谢你 谢谢你 虾系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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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晨晨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哥你看 大家都叫你虾系 我说什么意思 我还挺美的 我点个看了两分钟 我说范晨晨 你这意思我 你有腹肌是吗 我没有 我虾系 没什么 不是 我觉得就是 刚刚其实斯文说的也合理 就是川哥讲了一堆网报啊什么 但网友朋友们有时呢 又是特别友好的 让你不知所措 就想夸那两句 又不知道该怎么夸 其实就是那川哥 你是真有这个剧委会的 这是什么 是 我现在就是每天 会给我发好多帖子 我们投票 判断这个帖子是不是违规 或者哪种类型的违规 咱们山东人真这么爱考试吗 我听着这个也挺费劲的 对 山东人其实挺爱考试的 我这两天还把一个射箭的 针给考下来了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比赛 对孟川没有什么压力啊 他还有余力做很多别的事情 我能不能向微博局委会的同志 申请一个微博的功能 就我觉得微博真的非常需要 设定一个功能 就是点赞 确定和取消 太容易手滑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真的是为了这个 怕自己手滑 从右手持我手机 变成了左手滑手机 我就觉得真的应该有个点赞 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说 确定还是取消 然后按完取消之后 出一张无精的照片 有精无险 就这样 炸了 炸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好不好 谢谢 给我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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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就你天天看这么多闹新的东西 没想过退网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 其实现在网络条件不好了 更需要我们这些人 去处理那些闹新的东西 正义英雄 哇 厉害厉害厉害 那你也想过退网吗 我不行 我不能退网 因为我们家现在的条件是 我是我们家唯一 只论起来的那根天线 我要是在退网了 我们家就属于物理性断网了 金哥也不看 他看的方向 就跟我们冲浪的方向 是不太一样的 他真的就是看新闻 所以好多你跟他说的梗 什么的 他也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上网也特别少 我特别喜欢线下的那种交流 我不会在网上怼人 但我线下如果直面的话 一对一的那种 那确实我们都知道吧 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 好 来 现在三位 那么我们第一个 晋级名额就产生了 本场要淘汰两个人 让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三位 最高的票数是谁 我感觉我得票 应该比手比低一点的 就是开场 其实开那个样 真的是很难得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上 我这次敢讲的话我也讲了 觉得小北跟孟川 有可能会进去 当时我和直胜聊 我觉得是孟川 然后直胜说是小北 川哥那个下线那个 我真没想到 这还能这么烦 烦了这么多 可以 川哥 可以 哦 川第二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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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哦 孟川第一 伊片如何 第二个 来劲哈 来劲哈 181很高啊 满票是200票 181票是一个非常高的票数 考虑到其实川哥说的内容 还是挺犀利的 挺尖锐的 所以既然有这么高的票数 针对这么一段内容 让我对网络的环境 又有了一些信心 恭喜孟川进入晋级区 好热的川哥 好热的 川有没有可能上去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做181是很有可能 孟川很好 讲了大家比较关 就是大家在热力讨论的事情 就非常贴观众 非常厉害 川哥的表现 怎么说呢 非常非常厉害 免里长征的那种稿子风格 就是他说的东西 其实是很深刻 你发现他今天说了 可能这样子 但是你不感觉到 尖锐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